青海湖作为中国最大的潜水湖,一直备受外界的瞩目。 在过去的15年里,青海湖水位持续上涨,水域面积增大近319平方公里,相当于云南滇池的水域面积。 青海湖二浪建景区,作为目前青海湖唯一开放的景区,每日接待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由于青海湖水的连续上涨,游客的游览受到了一定影响, 可活动区域减少,码头已被湖水淹没,部分设备设施损毁严重。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旅游管理处处长陈德辉告诉记者,为方便游客,景区已经紧急加高了60公分陆基,并安装了浮桥。 从我们景区这块来看的话,整个我们景区的很多的原来的游览设施,包括码头这块,因为受水淹的情况,影响了损毁比较严重。 对我们的旅游经营方面来造成一定的困扰,但是从政务的多样性增加,包括湿地面积增加上来讲是好事。 陈德辉说,青海湖整个的气候环境已经从一种干旱形区域再向暖湿化转变,降水量也不断增加,并且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小气候。 现在目前来讲的话,青海湖的水域面积,包括它的水位,恢复到了当年的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。 这些在15年当中的这种快速的发展和变化,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咱们青海湖湖周边的小气候,确实越来越改善的感觉非常明显。 包括周边的植被啊,这些钙渡,包括整个的这个物种的多样性都在增加,因为这水位上涨以后呢,很多原来萎缩的湿地这些年整个都恢复了。 除了二郎建井区以外,青海湖鸟岛的道路已经被湖水彻底淹没,由一个半岛变成了一座孤岛,水鸟的栖息地也在发生着改变。 我们从原来的一个半岛,鸟岛完全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岛屿,栖息的鸟类呢,减少了很多的干扰, 它们真正的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,但是也随着这个水位上涨,岛屿啊,它们的栖息地的一些淹没吧, 呃,这边的这些鸟类呢,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动态的一些迁移,有些鸟类的这个栖息地呢,发生了位移。 青海湖掌水,造成了鸟岛内鸟的繁殖地被淹,鸟的数量相对有所减少,但是由于青海湖湿地面积的扩大, 青海湖总体的鸟的数量是增加的。